2018年开服 2018年开服 2022年了 都三年外了 大哥 这号给个5500 因为他等级165 比较诡异 3824 17的话 再给他个400 辅助技能强壮神速 啥也不是 师门技能是159级的满技能 这个单不单的也不重要了 大唐官府 看原始种族 先族不再加钱 先亮祥瑞 龙宝 再加上一个400 行囊不加 锦衣 加360 这套染色不加钱 神器不加钱 子女 子女是万宝金甲的孩子 估计也不行 这万宝金甲是房地厅用的 这个宝宝 基本上看不着地厅 啥玩意儿这孩子 落月削削套 这大唐官府 菜就算了 还爱玩 一个这样的大唐 竟然还是虎奔 这装备咋给他算钱呢 装备加零食 给他个250 数字极力 高毒的宝宝 加进阶 给他进阶就加钱 这个带高神套给个100 所在的服务器豪行专制 豪行装置的 原本就有的号 这个号其实就是等级比较尴尬 要175是这样的号 也好卖的 谁能问这号9410 大家觉得高了低了 有人说9000多 我玩175的好不好 狗都不要 高了只能卖60亿 9000我买175D 低了7000 狗都不要打八折 高了高了 我觉得这个号不可能高 因为他的人修是满的 三个25 重修也不低 你9410想买175G 这样的号你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号 我觉得你们说的那些价格低了的 肯定不行 这个号的价格 应该是10500到9410之间 也就是有1000块钱的差价 不会比这个低 一定比这个高 好 10200 你看 就我知道价格一定差价在1000块钱以内 但是 我没法确定 这个号有两点弱 三点弱 一点弱是大唐 二点弱是虎温大唐 第三点弱是等级 不好组队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 你落月消消套 你他妈法修衣 赖蛤蟆糊脚面了 我真的会谢 我谢谢你 法修衣 带落月消消套 这个号的搭配 真的是 一个法修衣的人 带落月消消套 最关键是 这五件套装 最核心的部位 需要法商的 竟然吃一个70级的项链 还他妈不打宝石 这个号我是真的服了 啊